今天是2023年4月20号星期四 哎呀大盘最后下跌了62点 很奇怪 大盘跌我们也在发红包 看到了没有 今天发出了第32个红包 等等王同会告诉各位 我最近看了个节目 有时候我市场上的一些讯息 我稍微看一看 现在市场上好多人都想学王同 还有干嘛 每天来研判大盘明天会如何 结果没有一个对过 我看得很好笑 真的是非常好笑 在这边我也奉劝各位 你以为大盘研判那么简单 如果那么简单的话 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穷人 王同早就有中小公路好几段了 对不对 没那么简单的了 但是问题是大盘看不懂 那就是麻烦了 那就真的是麻烦了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学王同要讲大盘 然后呢 分析来分析去 分析来分析去 分析到最后位置 统统是共析 今天我来给你看一个讯息 我想这个讯息很重要 这个消息面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来你看看 为了台湾晶片 意大利 意大利 暗示愿退出一带一路 哎呦我的妈呦 晶片都会打败一带一路了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亲共国 然后呢 他们的工业相当强 是很不错的国家 那法拉利也在他们那边嘛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很多人去意大利观光的时候 都会去看一下法拉利的工厂 从里面买一些法拉利的小东西回来 因为买不起法拉利嘛 买点小玩具总可以吧 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说意大利的国家不是烂国家 是好国家 那他现在呢 为了晶片 愿意要退出一带一路 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晶片重不重要 到现在为止你还在喊 中国大陆棒 大陆好 大陆呱呱叫 你在有病呢 真的叫有病呢 我不愿意讲太重的话 是不是 稍微有点智商 研判很多事情 你在金融市场里面就赚到很多钱 因为你们看的东西看错误了嘛 所以你看 王同告诉你 晶片外交 晶片外交 意大利愿意深化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今天的消息 4月22日 今天的消息 谁报道了 彭博报道 看到没有 内容部分 我不用再讲了 内容部分 你们自己找好了 我的意思是告诉各位 我们晶片打败了所有的东西 因为全世界可以造得出尖端晶片的就在台湾 没有第二个地区 没有第二个国家 大家清楚了没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的告诉你一句话 尤其你看一下我这边 这边呢 你看到华电网三个涨停板了 对呀 等等会给你公开给你看啊 再来呢 真实获利绩效 胜过空包弹 这是没有错的 尤其是啊 这个在昨天 在前天我看了会笑翻了 世道上几乎十个有八个人都讲 六五一七 来 宝胜光学 对不对 还有呢 六四七二 宝类 大家统统有 全部都有啊 好厉害 好厉害 今天我就看看你们还有没有 今天叠了 今天叠了啊 我就看你们还有没有 王童告诉你 王童还有 这样可以吧 对不对 我这讲给你听的嘛 所以王童今天再把以前的字卡给你看一下 2022年10月14号做的 行情天天有 重点在操作 看到没有 研判趋势 抓队主流 才是获利的博尔法门 看到了啊 你趋势看不懂 主流抓错了 人家现在是涨军工股 你去买 你去买那个五大泛用素质 不是吗 神经病嘛 是不是 所以你的主流就走错了 这个你就赚不到钱了 所以呢 你要这样做才有办法 干什么 把握机会 改变命运 成为一个有钱 有闲 彩色人生的大富翁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当一个彩色人生的大富翁嘛 那他怎么当呢 跟在王童的身边 这是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你看啊 王童永远是底部进场 飙飙飙 至尊的威力 这样才是你要的 看到没有 不能说看什么 长就通通有 所以王童一直跟各位讲 你们现在脑袋分清楚一点 像我刚刚讲 宝胜光学 今天叠了 来给你看一下宝胜光学 热物一心 昨天跟你讲宝胜光学 你看他们今天敢买奖 看他们今天敢买奖 宝胜光学 等一下我会帮你解 你要的就是说 明天会如何 对不对 这才是你要的嘛 等一下我会在索马影音里面解 解他 好了 现在跟你讲啊 今天告诉各位一个好康的事情 4月份限定 优惠专案 88发发专案 赚钱到年底 获利极大化 我们这个专案就是帮你服务到年底 这也是88专案的延续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4月底为止就停了 所以你要赶快哦 要赶快了 那么来电 02-6630-321 今天的资卡 4月20号 看到没有 4月20号 所以啊 我刚给你举例了一些 给你看了 你也知道了 对不对 市场上是看什么涨头农友 尤其是还更好玩的 昨天6612涨停满 三个涨停的 今天跌停了 今天快跌停了 我看你们有没有奈米遗产 看到没有 我现在顺便解一下 我们还有奈米遗产 够不够 我讲到这里给你听了嘛 对不对 所以市场上干嘛 标的时候来买 然后他开始找理由来吹嘘 哎呀 找些 看我多厉害啊 王同事买来以后标 事前锁定目标 随时涨停 涨不停 就光讲奈米遗产 三个涨停 就光讲华电网 三个涨停 来给你看看奈米遗产 来来来 奈米遗产 4月13号 涨停版 我没有公开 第二天我公开了 4月18号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顶级中的顶级友 哎 奈米遗产 基本面在这里 不需要每天讲了 给你看清楚啊 好 然后呢 买在135 跌我开始上来在这边 我也讲了啊 我的会员呢 有的人买的还更早 买在110几块的 120几块都有 好 再看 奈米遗产 昨天 三个涨停 三个涨停 今天 给你看 今天 快跌停 哎 快跌停我也告诉你啊 不是说跌停 我就抹掉不见了 对不对 那快跌停呢 我告诉你 我们还有 这才叫认真负责的态度 不是说跌停的 哎 不见了 哎 掌停的拿出来给你开 你看我多厉害 那个叫 骗子 现在知道了没有啊 看清楚啊 奈米一财 10月29号 我公开给你讲 我们在这里切录的 砰砰砰 三个涨停 啊 好了 剩下的我也不需要讲太多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盘不好 盘不好 对 盘不好 还要你告诉我啊 我眼睛不会看 那问题明天呢 明天我就会告诉你明天会如何 你看不懂了呢 是不是 看不懂 就是用什么 拆的 赌的 反正明天就是 不是涨 就是跌 废话嘛 二选一嘛 看你选到没有 那 看清楚 今天我们发的红包啊 恭贺各位 6756微风电子 李达停利点 22元元 220元 停利点 干什么 该党还有除息 7.489元 这是今年第32个红包 哎呦 多高兴啊 又领到红包了 是不是 那我发的时候 什么时候发的 9点29分 那你看一下 这个 6756 9点29分在这边 然后后来还有拉到平盘 还有小翻红一下 看到没有 都有嘛 都可以出的高高兴兴的嘛 甚至比我预计的还要卖的高 都有啊 那今天 2023年发出32个大红包 就是威风电子 看到了 好 看到了 再来呢 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华电网 华电网 现在啊 市场上大概很多人慢慢慢慢开始有人注意到它了 华电网开始都有了 都有华电网了 啊 看啊 华电网 4月20号 4月20号 涨停板 从这里开始算起 到这边 已经涨了53个%了 那我拿证据给你看 啊 来来来 看清楚 看清楚 华电网 3月20号就告诉你了 转亏为赢 最低的18.5 看到没有啊 都写在这里啊 3月21号礼拜 涨了0.35 而且他跟严华还是合作关系 都力多都告诉你啊 3月30号礼拜 涨了1块3 然后来到22块 收盘21.4 都看到了啊 好 再看下去 来 4月12号礼拜三 还有涨了2.15 第二个涨停 创新高 还会涨 够不够啊 够了 那再看4月19号礼拜三 又涨了1.15 我说创高再创高 一直告诉你 还会涨 请问今天涨了没有 今天你看到涨了没有 哎呦 哎呦 华电网 3月31号 这是3月31号的啊 我还是顺序放错了 哎呦 看看 需要涨停板 还会涨 看到没有 还会涨 看到了没有 好了 我把你讲的都讲在前面的啊 讲到前面以后呢 当然呢 就会让你一直不断的跟着小步获利 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会员索码时间 那么会员索码时间里面呢 我当然会把我们手上股票 解给各位看 解给各位看 也就是说 让你知道你要如何的操作 你要如何跟上往中脚步 那么重点呢 在这边还是有一件事情哦 不要忘了哦 就是我们这里4月份限定的一个88发发最大专案 看清楚 来这里 优惠专案88发发专案 赚钱到年底 获利极大化 服务到年底 这个专案我们到4月底为止就不再推出了 你要就赶快跟上往中脚步 我在这边也写得很清楚了 真实的获利胜过空包单 市场上一堆江湖速市每天给你吹嘘涨停板 问题是他一档都没有 然后买了以后就干嘛 跌停板 这就是本事啊 今天告诉你了 放在这边 你赶快跟他往中脚步啊 不要再拖了 再拖下去 受害的是你自己 好 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会员索码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